和威宇一起看时间 大家好 由《像鼠编撰的历史的先生》书中记载了 1940年代中共在窃国之前天花乱坠的承诺 诸如结束一党专制 学习美国 实现民主等等 那些美丽的谎言 就连已故的中共人大委员长万里都没有见过 他的秘书找到这本禁书 万里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之后 困惑地问道 这上面写的是真的吗 秘书坦诚 这些都是中共在国民党当政时期公开发表过的文章 从近年来苏联解密的档案 以及向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 通过查阅俄罗斯的国家档案写成的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等资料中看 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拼命鼓吹的 所谓的新民主主义 中共喉舌编制的那些谎言 不只是为了欺骗当时的中国民众 也是为了欺骗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自由社会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 1940年代 国民党因何被西方社会抛弃 毛泽东又是如何 靠鼓吹民主做大的 尤其是他的大老板是怎么样扶持他的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 中国进入了抗战阶段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斯大林较尽老知 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要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 要采取什么样的新战术 才能够在这次国际变局中 获得最大的利益 当时苏联正面临着来自纳粹德国的威胁 他又担心日本从东方进攻 所以苏联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 能够拖住日本 减轻苏联的压力 1937年8月10号 共产国家执委会书记处 在莫斯科召开专门的会议 讨论中国抗战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 共产国际头子纪米·特洛夫 担心中共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 他准备派出跟他关系不错的 在苏联共产国际总部 避获已经有6年的亡民回国 帮助延安完成 从苏维埃运动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样一个华丽的转身 国共双方在多方的推动下 达成了红军主力改编 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协议 王明回国前 斯大林于1937年11月 召见了王明·康生和王驾祥 和他们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 他明确地表示 他的目标是 不仅要欺骗中国知识分子和蒋介石 也要欺骗整个资产阶级的西方 他希望大家相信 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 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始 所有的共产党都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斗争 改为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了 正是因为想要欺骗西方资产阶级 斯大林痛下决心 打算解散共产国际 欺骗是斯大林人民民主的基础 他和亲密战友私下谈话的时候 对此毫不隐晦 在这一点上 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是不谋而合 斯大林鼓吹人民民主 毛泽东则发明了另外一套新民主主义理论 他们都认识到共产党在战后要夺取政权的话 以民主政党姿态出现 会更加容易争取到来自各方的支持 早在1936年 为了躲避国民政府的追缴 毛泽东跑到延安以后 在宋庆龄的安排下 美国作家艾德加斯诺来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 宋庆龄名义上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 但她实际上长期从事反政府的特工工作 她秘密入党之后 成为了共产国际联络中共 输出金钱援助的中书 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经费 还派了美国共产党人史莫特莱 做她的英文秘书 又派奥地利人魏露诗去协助工作 宋庆龄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 组织建立医院、民盟、联合会等机构 在精英中进行统战活动 利用政府相对宽松的法律和人权为武器 解救中共要员和地下党人 还支持左联等等中共地下附属组织 互相呼应、左右舆论宣传 1936年被统战的美国医生马海德 还有美国记者斯诺 被宋庆龄安排来到延安 马海德留在了延安 成了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私人医生 并且帮助中共创建医院 斯诺在1930年代中期 已经是知名的新闻记者 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他在宋庆龄的影响下 极端同情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他的文章建筑于纽约前风论坛报 星期六晚邮报、外交事务等等主流媒体 在西方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当毛泽东等人得知宋庆龄身边 有这么一个非常年轻的美国记者之后 就打算利用他来改善中共的公众形象 扩张政治影响力 而斯诺追求重大新闻和独家报道的记者本能 于是他们就一拍即合 1936年的7月13号 斯诺到达延安 他和毛泽东一连多日在窑洞里屏竹夜谈 一开始斯诺拼命地在笔记本上 写下毛泽东的独白 很快他就失去了他记者的判断力 变成了毛泽东的记录员了 这个感情丰富的美国人 把毛泽东看成了明智的圣哲之君 相貌、相林肯、聪明、和气、有自信 他整理成的红心照耀中国 深受西方社会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左翼人士的喜爱 他把毛泽东细腻地描绘成一个罗曼蒂克的革命家 在那些对一板正经日益专制的讲解时 失去信心的西方读者心中 触动了同情的神经 在他们的眼中 毛泽东是一个有骨气的 有独立思想的真正的中国革命家 跟莫斯科有距离 不是斯大林的跟班 这个正是他们觉得毛泽东有魅力的地方 虽然斯诺晚年看清楚了中共的嘴脸 但是他当年为中共涂脂摸粉 提高声誉 迷惑了大批的爱国青年奔向延安 也对日后美国政府的误判有很大的影响 说毛泽东和莫斯科有距离 乍一看好像还挺有道理 因为毛泽东直到1949年底 都没有去过莫斯科 斯大林也完全不认识他 但是从苏联解密材料和中国档案材料来看 毛泽东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斯大林的跟班 这也难怪 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50年代初 都持续依赖莫斯科的财务支持 也替命于斯大林及其副手 他们不但控制着共产国际 也掌握着中共领导人的命运 为了反托派斯大林甚至在1938年还考虑过要公审 包括周恩来 刘少奇 康生 陈云 李立三等人在内的共产国际的官员 如果不是他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 有许多中共的领导人 或许当时就已经成为了他的刀下轨 有文件显示 他谋杀了大多数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人员 斯大林在会见王明的时候也问了红军在长征以后的实力 王明当时回答说还有30多万 在场的王家祥纠正说只有3万多人 斯大林对于王明夸张的说法很不满意 侍奉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 时机也恰到好处 斯大林打算支持毛泽东取代王明 后来如果没有斯大林的点头 毛泽东也不可能发起批斗王明的运动 基米特洛夫虽然有心照着王明 但是过不了斯大林那一关 他也爱莫能助 不过克里姆林宫的大老板 他虽然不想让王明当中共的领导人 也不想把他撕成碎片 所以毛泽东也不敢忤逆大老板的意愿 还保留了王明的中央委员 但他在党内已经无足轻重 斯大林为了协助毛泽东在党内夺权 铲除异己 巩固权力 准备对康生下手 康生也是在共产国际的黑名单上 但他们不知道 康生实际上已经公开的改弦意志 投靠了毛泽东 毛泽东于是就写信给基米特洛夫 替康生担保 说康生是可靠的 除了人事 苏联还提供金钱的援助 帮毛泽东增强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势 1940年的3月底 周恩来从莫斯科带来了30万美元给毛泽东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档案中有一份惊人的文件披露 政治局于1941年7月3号决定拨款100万美元给共产国际职委会 以支援中共中央 斯大林在亲信圈子里把毛泽东称作是摇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害怕斯大林不信任他而相当的郁闷 两人虽然有些互不买账 但却很有默契的结成了同盟 在苏联的扶持下 渐渐壮大的中共成为了斯大林棋盘上的一颗重要的棋子 斯大林认为中共如果取得胜利 可能会改变世界竞技场的格局 这有利于苏联 但是前提是 他和毛泽东要能够让美国中立 让华府以及其盟国相信 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计划是真心的 罗斯福杜鲁门必须接受新民主主义的概念 并且支持中共 然后中共才能够逐渐地把蒋介石 以及其支持者挤出权力的位置 在国民党左派以及自由派人士当中 操纵运作最后夺取权力 于是接下来毛泽东就通过媒体采访 自己写文章发表演讲 大力地宣传他的那套新民主主义 而斯诺夫妇 史莫特莱和其他的外国作家 记者的书籍文章 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在努力 在许多美国人的心中被描绘成独裁者的蒋介石 以及其腐败的国民政府逐渐被自由派民主主义者 毛泽东以及其人民政府所取代 1944年到45年间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中共的其他领导人 与美国官员开始进行直接的对话 1944年7月底 一架道格拉斯C-47运输机 载着9名乘客 在延安机场降落 这就是所谓的迪克希代表团的第一批人员 分别来自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战略情报处等单位 8月初 迪克希代表团的第二批人马也来到了延安 美国人越来越频繁的去延安 甚至组团去解放区参观访问 比如1945年7月底 有一个美国驻延安观察团 就有32名成员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政治上 中国共产党一度或许对苏联有过任何的倾向 似乎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共产党努力的是他们的思想和计划 吻合中国现实 他们推行民主政策 希望美国赞同 并予以同情和支持 经济上 中国共产党寻求中国的快速发展 与工业化 主要目标是提升人民的经济水平 他们认识到 按照目前的中国现状 必须依靠大规模的外国援助 才能够完成 他们相信美国 而非苏联 是唯一能够给予这种经济援助的国家 而且还警告说 如果美国支持国民党 他们可能不得不转而投向苏联 这就是为什么 在1940年代 中共的报纸文章中 对美国是极尽赞美之词 1944年夏天 毛泽东甚至准备把中国共产党 改名为新民主党 1946年10月 解放区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果真就改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同时斯大林和他的外交部长 莫洛托夫同样狡诈地 在外交阵线上玩弄美国人 莫洛托夫在1944年9月初 故意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 和新任的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将军透露 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根本不是共产党 苏联政府并没有支持中国共产党 赫尔利立即就把这件事情向华府报告 当然了华府的情报官员并没有被骗到 1945年的夏天 美国陆军部的军事情报局的官员得出结论 说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是苏联式的民主 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是国际共产运动的一个部分 得到莫斯科的资助并且指导 但是美国的杜鲁门政府并没有采纳这样的结论 在政策上明显的开始倾斜 中共一步一步的在斯大林的指挥和援助下 实现了把国民党和蒋介石赶出中国政治舞台的计划 尽管斯大林扶持毛泽东掌权 但是他对于谁都是不相信的 斯大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安插了秘密的线人 这个人是谁还无从知道 因为答案只能够在克格勃的档案中找到 但是目前还没有公开 不过有人怀疑这个人就是刘少奇 潘佐夫在书中写道分配一些材料 刘少奇本人曾经为斯大林提供了一些机密的情报 在斯大林死后叛逃到西方的俄罗斯前国家安全部的官员 彼得德日阿宾曾经说 早在30年代 刘少奇在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 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的时候 就开始为前苏联的情报部门工作了 此外刘少奇在40年代仍然继续向斯大林递送秘密材料 其实毛泽东和中共的其他领导人 也持续不断地向斯大林递交情报 毛泽东1941年的6月15号 通过苏联驻中国武官尼古拉罗士勤向斯大林通报了德国即将发动攻击 并且明确指出攻击的日期是6月22号 毛泽东是从其安插在战时培都重庆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 阎宝航那里得到的情报 后来苏德战争爆发以后 斯大林特别发电报向毛泽东致谢 强调毛泽东准确的情报 使苏军能够及时地做好军事准备 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 也向斯大林报告他们的计划和意向 甚至连芝麻绿豆大小的事情都要请教莫斯科 比如是否应该把首都从南京清到北平 对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的意见 与各国恢复外交关系一时 是应该通过无线电 还是要个别发电报给每个国家等等 事无巨细 全部都要得到斯大林的首肯 毛泽东发给莫斯科的秘电 称呼斯大林为大老板 毛泽东很明白他在言行上 必须对斯大林特别的忠诚 因为他很清楚斯大林天性多疑 他强调新中国的建设将以苏联经验为基础 为了讨斯大林的欢心 毛泽东还表示 他的意识形态的论述是取自 斯大林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 毛泽东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斯大林 但斯大林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任何人 虽然他扶持了毛 但对毛同样不信任 直到70大寿的时候 斯大林才邀请毛泽东到莫斯科访问 1949年的12月 毛泽东到访前夕 斯大林心中对他还不能够完全放心 他再度索取有关这个 遥动马克思主义者的情资 这一次他从毛泽东的医生安德烈阿洛夫那里 得到了比较正面的消息 说毛对于苏联的态度非常好 斯大林本人在中国革命的胜利中 担任的角色特别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 说毛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苏联苏共 特别是斯大林的身上 不过阿洛夫也报告说 毛泽东非常谨慎 很容易动怒 而且很会作戏 是个大演员 他能够喜怒不形于色地扮演他的角色 毛泽东为了见斯大林 也做足了准备 他很紧张 思绪很乱 有时候觉得在莫斯科会有人谋害他 他非常盼望见到斯大林 亲自向他祝贺70大寿 把自己亲手挑选的礼物送给他 他打算花很长时间跟斯大林会谈 最重要的是他满心的盼望签署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16号的晚上6点钟 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他 接待会很短 斯大林谈到有一件事情 令他十分的困惑 就是新民主主义 以及他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他强调中国共产党 必须把民族资产阶级列入考量 他也试图软化毛泽东对于西方世界的立场 说你们不需要和英国人制造冲突 重点是不要太急 要避免冲突 毛泽东向斯大林担保 他目前不会去动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家 接下来的四天半 毛被晾在市郊的别墅里 12月21号是斯大林的生日 毛泽东在宴会上称颂斯大林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但心里却忐忑不安 唯一让他宽心的是 斯大林让他坐在自己的右手边 但是宴会以后 他被送回了下榻的别墅 接下来的30天完全见不到斯大林 他发脾气说 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 什么事情也不办 我是来干什么的呢 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他试图打电话给斯大林 但回复是 斯大林不在家 有事可以找米羔羊 最后毛泽东受不了了 他把自己关在卧房里 不让别人进去 斯大林故意这样做 是要折辱毛泽东 给他一个教训 他要告诉毛泽东 我才是你的老板 我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 当他被告知毛泽东情绪失控的时候 才说 或许我们做得太过火了 快两个月的时间 毛泽有机会跟斯大林谈判 并且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 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一直到斯大林去世 毛泽开始改变对苏联的态度 好 今天我们的历史故事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